创世纪第25章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图拉 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殿、伊诗巴和书亚 约山生了诗巴和底旦 而底旦的子孙是亚书利人、利都市人和利乌米人 米殿的儿子是以法、以福、哈诺、雅比大和以勒大 这些人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礼物分给他树出的种子 在他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就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 向东面行往东方的地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亚伯拉罕瘦高年老、享尽天年、弃绝而死 归到他的新人那里去了 他的儿子以撒和以什玛利 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这洞是在曼丽前面 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间 就是亚伯拉罕从赫人那里买来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埋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后 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 那时以撒住在比尔拉海来附近 以下是撒拉的卑女埃及人下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什玛利的后代 以什玛利的众子按着他们的家谱名字如下 以什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 其次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马萨、哈达、提玛、伊图、拿菲斯和基迪玛 这些都是以什玛利的儿子 他们的村庄和营地都按着他们的名字命名 他们做了十二族的组长 以什玛利一生的岁数是一百三十七岁 他弃绝而死 归到他的先人那里去了 他的子孙住在哈菲拉直到埃及东面的舒尔 通往亚树的道上 以什玛利却住在自己众兄弟的东面 以下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娶利百家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 利百家是巴旦亚兰帝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 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妹 以撒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了他 他的妻子利百家就怀了孕 双胎在他腹中彼此碰撞 他就说 若是这样 我为什么活着呢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他 两国在你肚里 两族从你腹中要分出来 将来这族必强过那族 大的要服事小的 到了生产的时候 他肚腹中果然是一对双生子 掀出来的全身赤红有毛 像毛衣一样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随后他的弟弟也出来了 他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 因此就给他起名叫雅各 利百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撒年正六十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扫善于打猎 喜欢生活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 常常住在帐篷里 以撒爱以扫 因为他常吃以扫的野味 利百家却爱雅各 有一次雅各正在煮红豆汤的时候 以扫从田野回来 疲乏得很 以扫对雅各说 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吧 因为我疲乏得很 因此 以扫的名字又叫以东 雅各说 你要先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 以扫说 我快要死了 这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说 你先向我起事吧 以扫就向他起了事 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 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 以扫吃了 喝了 就起来走了 以扫就这样 亲看了他的长子名分 这被键得比赛呢 都干透